大家好,我是Chuck 在網上問櫻泥沙的比例應該是怎樣 今天就問問我們的芬師傅 芬師傅,你這裡的比例是怎樣的? 還有你做什麼用? 我現在就拌一些沙,用來砌砖砖 我就拿了三包沙,我就拿了三份一包多一點的英泥下去拌 在砖砖就不用太溶砖 但如果你說批檔的話,批長,我就會拿六包沙,一包英泥 拌勻它,然後就批檔 如果說拿眼底的話,我就會八包沙,一包英泥 為什麼拿眼底的時候用八包沙,一包英泥呢? 因為它英泥越多的時候,它就會有越多漿 如果你多漿的時候 因為你做地下拿眼底的時候,它會容易脹冷縮 你多漿,少沙的時候 它乾了之後,就會有機會爆了 如果你說多些沙,少些英泥 也不要太多沙,太少英泥 因為沒有黏力 你八包沙加一包英泥的時候,你拿了 它的密度不會算太高的時候 它有熱漿冷縮,收縮的時候就不會爆了 就是這樣 你當地頭是不是會下牛奶水呢? 一定要下 下面,牛奶水是我們泥水的白膠漿 你下了它的時候,就會黏很多 如果你只是靠英泥的話,感覺上是差一點 當然,英泥也是黏的 但是,加上白膠漿,會黏力是好很多 是不是相對會慢光些呢? 相對慢光些? 我又不太覺得,差不多而已 但是黏度是高很多的,我覺得 對 譬如這一堆沙,三包沙,你會下多少牛奶水呢? 如果當地台 或者八包沙的時候,你會下多少牛奶水呢? 下多少? 下... 怎樣以標準來計算呢? 例如這個水瓶 如果你說拿地台,拿一井的話 我會下這麼多 對 一井就會下這麼多 對,有牛奶水 好,你繼續攪拌吧 對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直播的時候 我們的用量 因為防水專家 對於這些 英泥寶的用力跟我們差那麼遠 因為我們下英泥寶 就不是追求過防水效果的 是追求過手感的 對,就是這樣 雞尊當然不下了 最初又不下 我看有偽鈴,你說斜磚也不下 沒有 對 現在就是這樣 中間倒點水慢慢下 就是翻 一直是這樣翻 對 對 嗯 砌砌最好就是不要落英泥寶 因為它呢 落英泥寶是真的慢降少少的 例如你砌砌砌砌的時候 如果你砌砌砌濕的時候 你砌砌砌到這麼高 它就會慢慢慢慢地移一下 移一下 就會塌 就這樣了 所以用來洗磚也不下 但是不用那麼擔心 說夠不夠黏性呢 其實黏性是很足夠的 放心 我們也是炒均勻之後 滑個火山口 然後慢慢 把沙燈慢慢吸水 所以做泥水呢 就絕對是講手感的 因為就算你可能 我們叫容和不容 即是多少包泥多少包沙 對 一個夠經驗的師傅呢 就看顏色已經知道自己 那一匹泥是有多容 是剛好批檔還是剛好擔心地台 是那一堆泥 不是那一堆泥 那一堆泥 然後現在讓它先吐一下 因為有時候 你心急不斷炒它也沒有用 要給它時間 慢慢吸水 是的 吐完大約一分鐘左右 然後開一下就不斷炒它了 總之寧願差一點 現在補水都不會開得多水過頭 開得多水過頭 開得多水過頭 稀過頭 你就很麻煩它了 加泥又不是 加沙又不是 對 對 怎樣開得這麼小泥呢 因為薪耶金融是砌磚的 所以逐點逐點開 因為如果你根據理論上 你開了一堆泥 你一定要在理論上時間 在兩個小時之內用完 當然現實就沒什麼人跟隨這個規矩 砌磚的話就先在地上濕一點水 因為做泥水的底部永遠都不可以乾 如果表面太快乾就互相之間不想吃 現在先砌第一行 接著我的習慣是每架三行左右 就先轉條鐵枝去鍵一鍵 接著我的電源帶 為什麼要弄這麼小的磚呢? 因為是好齊一點 大概是快的 但是搬到少了手都越來越多 阿芬少爺的搬到手都越來越多 因為曾經我試過買一些中砂磚給他砌 時間上是快了 但是對於個人也辛苦了很多 所以還是砌一些細砂磚 還有中砂磚和大砂磚的厚度 中砂磚和大砂磚的厚度是厚度 是厚度過你這隻小砂磚的 記得當時是中砂磚嗎? 好像有三吋厚的 這隻是兩吋二分 我沒記錯 那你一幅場如果砌小砂磚和中砂磚 砌磚的厚度已經相差了六分 那你批賣檔的時候 真的相差六分 六分就是六分 那你這個房間裡沒有了六分的話 雖然不是很多 但是香港的地方這麼小 你沒有六分才差很遠 因為你要知道 我們香港這樣砌磚 通常拿到最薄 是可以控制在一部場 在90以內 但是大陸基本上砌磚是120 這30mm 大家是很計較的 因為這間屋是串金尺頭 好 先講到這裏 拜拜 拜拜 拜拜